很多人在生活中总会是有很多的异性围绕在自己的身边,很多人的异性缘永远都是那么好,桃花蕴似乎永远都是十分旺盛的,而有些人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间,桃花蕴十分旺盛,其中的原因也更是十分简单,星座跟很多的方面都是有联系的,有些星座往往总是会在一些时间段桃花蕴,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 就在当下的十月份,是一个从炎热的夏天,过渡,到寒冷冬天的时刻,看似是清爽的秋天,却对很多人来说,就是满满的本色桃花蕴,十月份桃花蕴最棒的三大星座,有对象都很难挡住。 处女座,非常追求完美的处女座,往往到了十月份却是更努力,一年中也算上下半年,很多的处女座都会十分努力工作,或者是在某些方面努力。 正是这样的努力,在十月份往往总是能够吸引其他的人对处女座的喜爱,处女座的人总是会,在十月份有特殊的一些方面,不管是改变还是生活中一直相处的人,都是会在十月份全都包架出来的。 即便是身边有对象,这桃花蕴都是很难挡住的。 街牛座,十分重感情的牛牛,说实话他们的桃花蕴,一直都是十分旺盛的。 十月也正是属于秋收的季节,牛牛们也正是属于十分勤劳的性格,所以牛牛们也在这个月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对于牛牛们来说,虽然是很不容易被动摇,但在这个月不得不说,即使有对象都挡不住牛牛的桃花蕴,十月份会爆炸的桃花蕴不得不说,牛牛们的对象可是要注意了。 双子座,十月正是天气变天的时候,这段时间往往总是在双子座的身边,会出现一些很暖的人,总是会来关心他们,而双子座的人即使是有对象的时候,也都是会开始迷茫,常常搞不懂自己的感情。 双子座的人虽然会知道心中缓急,但是却往往总是会被那些十分关心自己的人给将自己整得不知所措,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才会是对自己最好的。 而在十月份这个变天的月份,往往桃花蕴也是十分的旺盛,即使已经有对象了也是很难挡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